你好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Alameda County允许餐厅或零售业提供户外用餐摆摊 因此Oakland决定要实施弹性街道计划 简化程序免去费用 让餐厅和小商家可以在人行道或者是停车阁 停车场内摆桌营运 但是Oakland华部有商家认为 华部人行道狭窄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户外摆摊 或者是摆放桌子 最近疫情越来越严重 也影响民众的消费意愿 Oakland华部餐厅老板就说 疫情让餐厅生意掉了六七成 为了开源节流 全职员工被改成兼职 餐厅营业时间也被迫缩短 华裔商家密集人行道狭窄 根本无法提供屋外用餐 摆放在人行道上的座椅不可以影响行人走路 所以户外顶多只能够坐十个客人 不符合经济效益 在停车阁摆摊摆桌子 也要担心有人乱开车冲撞用餐的客人 而且坐在路边用餐 路过的车辆排放废弃 让用餐环境很不理想 新闻进一来看 疫情冲击房市 今年上半年房务市场交易萎缩 不过股市上涨 房贷利率持续下降 反而让南湾房价逆势上扬 根据统计San Jose 今年的Single House平均房价是118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平均价涨了10万美元 6月开始南湾的房市交易量复苏 好学区 屋矿好 地段好的房子 已经出现同时由10个人抢标的情形 矽谷的房仲业者说 今年初银行利率一路降 1月2月房市开始上涨 南湾的Sunnyville San Jose Milpita有不少新屋建案 一推出就被秒杀 不过买家却有不同的观察 有买家说 3月进入了居家防疫隔离之后 要看房子非常不方便 挂牌上市的房子数量也低 求售的房子大多是屋矿不理想 或者是地段差的房子 到了5月 卖家还是非常愿意降价求售 也有买家分享买房子的经验谈 新屋虽然装潢美 格局好 室内空间大 但是疫情爆发之后 让许多人感觉 有院子的Single House 还是比较适合家庭生活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